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从2018年1月份担任柱曲专员这一职务的 当时疫情爆发之后 其实我们也没有多想 我们从大年初一就马上投入了工作 2022年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年份 他们压力真的是非常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企业比较孤单 就不知道该怎么来去面对这样复杂的一个局面 还好我们还觉得是说政府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经常说 会向政府资讯啊寻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顿我用到顶客汇电的你解决 我还觉得对这个事业的手机 他是哪里厯独认 О �000 这样阶工军 五星区又根据湖州市的政策又出台了五九条 那么作为我们企业专员的话 第一就是要把这些政策非常详尽地向我们的企业做一个解释 做一个说明 第二个我们在工作中指导企业去如何享受这部分政策 以及进行申报 企业只要把资料收集起 所有的手续包括和上下级部门的对接 全部都是由我们助企专员进行代办的 其实那段时间 真的大家都是每天24小时上班的 累了就在桌上趴一下 我有两个手机号码统计了一下 我一天接了670多个电话 这个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接电话最多的 就是天天每天电话 但是每一个电话都会有落实 我们这次不是说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孤立的单元在做事情 在整个的政府和我们企业的过程当中是得到了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那也是给我们企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 我们们在这次商店里面对他们做的事 而是在这次商店里面对下级部门的问题 而是在这次商店里面对下级部门的看法 就像这次商店里面对下级部门的问题 政府畢竟那个时候复工也是讲究一个有序复工 还要求我们大企业也要一帮一一帮二的 给下面的中小企业 然后现在对上大家相互对接上了以后 厂和厂之间一公里都不到几百米 物流成本又节约了 然后相互的它的成本也节约了 时间也提高了 然后海外订单也其实满足了 跟我们跟把面料商就是辅料商 我们下游的一些企业就形成共同体 我们能出什么力帮助品牌就是更好的调整 所以这一系列的措施导致现在我们的订单量是爆炸 我们办企业还是可以讲是非常能感受到政府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帮助 to ensure a robust growth in foreign trade Huzhou has also opened its wallet to help local enterprises dispel export woes 我也给他们提到了 就是像外贸内销两条腿同时走的时候 那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怎么送减 在获赠之前需要做哪些事情 就怎么申报 要是网上登录 怎么申报取证 可以说是文学手把手交 前厂的产能已经恢复到去年一到八月份的水平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我们自己 企业好我们才是真的好 我们公司整个外贸恢复的情况非常好 那我们做外贸的也接触海外的一些企业 这一点呢我们做到了实处 像浙江最多跑一次 甚至现在都不用跑 往上办理一些事务 各界政府 其实对企业就是正气同心 共克 时间 感谢 好